FCO漫画纪念主题卡池性价比详解 问就是没必要的长草期片刻卡池 FCO对于近日开启的漫画纪念主题卡池 其具体的性价比还有是否有抽取的必要性 这里带来详细的说明和分析 对于这次的卡池 应该算是问就是没必要的长草期片刻卡池 大王这个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次单UP 错过这次的UP之后 只能日常等歪或者等情人节 或者直接UP卡池了 不过考虑到2000DL系列能自选 真喜欢的话到时候再入手也来得及 说实话大王还是挺好歪的 达芬奇一下次UP是2000DL系列卡池 所以想要的话最好憋着等时连优化 如果是奔着强度去的话 说实话没必要碰这次的卡池 没有意义 对于游戏整体的体感提升幅度有限 如果是喜欢相关从者的话 那就另说了 这个卡池纯粹就是片刻来的 安心等后续7月的大型连续片刻才是正确思路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